議長,我台南人 我現在換台議來這順,好嗎? 好 台南,鐵機路地下方的事情 我們對民國八十二年就開始說,對不對? 那時候都沒有錢 第一次做行政院議長的時候 你到台南去選佈 全佈的經費295億 你說中央可以付借224億 你有記住嗎? 不過,那時候你真有欺負 我也跟你講話 不過,現在 因為我們替代替代替代替的事情 來進步跟住在那裡的民眾要照顧 現在這個案子在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後期的八個、四月八個就要選佈 這選佈的結果 一個來進步贏 一個住在那裡的民眾贏 我現在要跟你請教 前一個結果 來進步是贏 這前一次贏 你敢不順便拿起來 去把那裡的住戶都拿起來 哪是來進步贏 四月八個? 委員 你這麼年輕 台語說得這麼年長 很不簡單 不過,裡面有兩點 說一個比較理經費 早經費 這 鐵基路是基 那叫做鐵基路 鐵基路 鐵基路當中叫做鐵路 鐵基路 鐵基路 沒什麼事 你會記得 不是你會記得沒有 會記得到有記得沒有 謝謝 所以,語言是很羨慕 但是你很年輕 說得這麼年長 很不簡單 好啦 啊我 對法國 到底是安全用 總是牽涉人民的管理 和政府 經濟的作為 我看 這部分請教團部長給你報告 跟委員報告 4月8號 這個當然 判決的結果 因為台灣是民主的國家 依法 這個行政 那絕對會 當然會影響我們 後續的一些 就是 推動 不過我們也秉持的 當然 因為這裡面也涉及到 可能 就是由內政部門 因為涉及到都市計畫 有一些變更或徵收 因為是我們現在在做 這個地下鐵 所以這個情形 我們也不預設結果 就靜待 4月8號 沒有,沒有,等一下 大部那個案 你如果記得 八次判決 三次都定員 之後再聽 你七月八號這次 頭一次判決 判決之後 如果來政府贏 你這樣就要聽了 你這樣不能再等下去 我跟委員說明 其實依照行政權 我們就是可以 現在就可以推動執行 但是我們也兼顧法理情 因為既然只差幾天 所以我們也呢 這個拆遷也延到4月8號以後 那麼如果是 內政部 這個是勝訴 我們當然就按照原來的 被動 那當然就必須要這些 如果是來政府贏 這好像頭一次而已 大部那個八次判決 你這樣不能等頭一個定員之後 你再要來聽 跟委員報告 如果任何的建設都要等到訴訟結果 那我們國家也沒有辦法 這個王前總 所以行政權也有他 這個可以的 來執行的 第二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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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民眾贏 如果民眾贏 如果民眾贏 我想這個是一個 跟委員說明 這是一個比較假設的問題 因為說我們會輸 一個贏啊 這個 輸了以後還要再看那個理由 不是說輸了以後 我們就馬上現在 根本就連輸贏都不知道 我就先講說輸 我們會怎麼樣 這個 我們不做這種推論 這個 我們以前當律師 不會說馬上都推論 說輸了以後 我們就怎麼樣 不會這樣推論 也沒有法律專家會這樣推論 這條十幾年前 你很用心的 現在有這個困難 後果的事情要大條 請你可以好好顧民眾的心 好嗎